台积电有一名年约50岁 年薪400万的张姓资深工程师 他因为长期对妻子家暴 被肃请离婚 新竹地院不仅判准 还必须分配剩余的财产 4500万给妻子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丈夫早就已经抢先一步 把自己所有的台积电股票 给卖掉变现 而且还汇到了新加坡脱产 妻子份额向新竹地检署提告 计划性脱产 其实就是不愿意 把财产分给老婆 检方也查出了脱产的证据 全案一刑罚的损害债权罪 将张姓男子起诉 不时打卡分享 与家人一同出友的照片 他是张姓工程师 资深的台积电员工 年薪相当可观高达400万 没想到却遭妻子控诉家暴 只因为爱车车顶有鸟屎 怪妻子没有清理干净 甚至还动手掐住他的脖子 家暴成瘾后 还不断在两名幼儿面前对他动粗 妻子忍无可忍份额肃请休夫 两人在去年一月到新竹地院和解离婚 虽然最后判准妻子可以分配到财产 4500万元 但丈夫早就抢先一步脱产了 相信男子因为不想将自己的财产 分给老婆 竟然将旗下所有台积电的股票 全部变现 再汇到新加坡要脱产 妻子份额到地检数起高 即使他作用市值超过 9000万台积电股票 存款8965万巨儿 但都分别汇往新加坡的账号 两张百万保单也提早解约 就连旗下的爱车也都过户在他人名下 计划系脱产 让妻子一毛钱也拿不到 开始做了假扣押 基本上他有任何移转财产的行为 我们都可以告他损害债权权罪 不然就是未来再慢慢从他的工作当中 去拿一些钱回来 那剩下的其实他的诉讼看起来都胜诉啦 但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最终的失之正义没有实现到 没有拿到钱 一场家暴离婚官司 演变成脱产戏码 枕边人如今成了对部公团的敌人 恐怕夫妻两眼始料未及 解王阵宋香菱 新竹报道 大工人是为了用刺织翰